詩篇66篇第18節 我欲心裡注重罪孽 主必不聽 他當然犯罪的人覺得他想得到的東西 因為他想尋找一些東西 使他自我增值 但問題是他尋找錯方 我們仍然保持單純的人 會看到這些同學是錯的 是有問題 但我們總是不懂得說到的是什麼 原因是我們每一個人開始的是單純 但這個單純 就算能夠維持他 我們稱為赤子之心 都已經能夠使得我們在裏面自滿自足 我們已經可以說 心安理得 但問題是 神要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單純當中 就像主耶穌那樣 是能夠使得我們更有一個優美的內涵 在這個成長當中作出 決定 而在這個單純當中 我們誕生出 堅毅 忍耐 我們誕生出我們尋找真理的寫己 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懂得為神而付出我們的犧牲 在這個過程當中 由單純出來的這個可以說 最美麗的性格 就是我們所說的 辛苦的這個特質 所以真理就是這樣傳載出來 真理不是要我們妥協 把我們仍然寶貴的全部都丟出來 如果是我們需要有新有者 所以你就明白很多基督徒根本 他們都不明白究竟 聖經寫成為了什麼 聖經寫出來不是要你按照這些標準去妥協 是要按照這些標準去做 沒錯 我知道按照這些標準去做 是很難 甚至可以像他們所說的 不合時宜 以前 說是精潔的 現在香港這個時代哪可能是精潔的 不行 是不合時宜的 但我們就要做到 沒錯 在這些人來說 以為我們這樣是損失 那不是損失 那就使得我們心安理得 我們覺得別人尊重我們 我們根本是佩特 例如今天我們身邊的人尊重我們 但我覺得 是很心安理得的 我不要在他們面前裝假 是不是 而這個心安理得 使我能夠活在這個光景當中 我自己創造了我身邊的人與事 我創造了我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家庭 我創造了我自己 活在這個光景當中 而這個光景 就算沒有人稱讚我 沒有人羨慕我 我都心安理得 我仍然很滿足 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白走一次 在這個人生的路程 我來到這個世界沒有白走一次 但很多人當他死的時候 他是白走一次 總是覺得他好像沒有找到某些東西 失去某些東西 原因就是他將要打一個空虛的人生 一個完全可以說 虧欠神的內心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問題 起碼我不會 現在活在這個世界 我任何時間都心安理得 因為我願意 他這樣尋找這個自我增值 這個自我增值 就是聖經裡面所說的 金銀寶石 沒錯 我遇到壓力 沒錯 我遇到摩薩 我遇到迫白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能夠來到這個世界 藉著這個世界所給我們各樣的壓力 各樣伙伴的試煉 去提煉了我內心裏面 這些金銀寶石 所以就如我所說 神突然將我們 好像一出生 就將他丟進了大眼光 難道神想我們污衛嗎 不是 就是想我們 由單純開始 起碼正是一開始 都要保守你的單純 是不是 你不能做到 一個優美 順全 的性格 但是問題是當你認識神之後 你向著這條路走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的目的 所以 大家從我開始講 自我這一點的時候 就在這麼多年內 我沒有嘗試跟大家 仔細的分析這個自我 但是 起碼這麼多年當中 我是不斷告訴你 如何使得這個自我能夠 有儀而有價值 和快樂 而且最重要是導致 這個 我們這個獨立存在 然後自己不斷去尋找 價值 這個思想程序 怎樣能夠使得他滿足 所以我變成這條路在這麼多年內 就不斷跟大家分享 這麼有價值的真理 真理對你人生當中 哪方面有價值 這個行真理的程度 這個跟從神的程度 在你的內心當中 它的價值程度是多高 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更加證明 我們在神的面前合格 就是我講的薩種 最好的就是 如果你的內心能夠不斷增值 你的田地就會成為一個好的田地 然後他能夠種出30、60倍、100倍 是不是 這就已經是證明了 你看看我們教會當中 我們所講的真理 會用真理能夠種出神職 其他狗種不出 你就已經知道 神所給我們這份心 這個良心 當神有一天 來到我們面前 我們在神的掌上台的面前 這一份的良心 這一份的增值 我們還未可以在神的面前 去通知 但是其他人 有什麼證明他們通知 他們的心根本什麼都做不出 除了經濟 摘泥 什麼都做不出 在神面前得到什麼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自己設計出來的 是聖經裏面所給我們的原則 聖經裏面所給我們的 規範 以及一些真理裏面 我們可以 有眼看的 聖經是這樣寫的 所以就好像詩篇第六篇第十八節 就是 我們的心弱注重罪孽 主必不聽 這就是我們的心 和神之間的關係 但是在這一節經文裏面 就讓我們看到一個事實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生命當中 連最基本 最基本的那一步 就是你的單純 你都沒有 神人不聽你討告 詩篇66篇第十八節 我欲心裏注重罪孽 主必不聽 我欲心裏注重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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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